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報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中國兩會習近平 直接公開痛罵美國 而且說美國全方位打壓的同時 美國內部現在評斷 習近平比毛澤東更恐怖 而且更怕習近平的是CNBC 跟華爾街這幫人 同時美國現任國防部長奧什丁 致函給全體美軍 要求全面備戰中國 備戰中國的同時 華爾街日報今天還獨家追蹤 北京設立了數位監管的機構 那當然零零種種的數位監控 也使得周圍鄰近的國家 特別的戒備中國 包含了日本事實上 走到了一個強軍的路線 也包含了美中之間的軍備競賽 下一個世代的戰爭是以快打快 如何快呢 包含太空戰跟太空的這一個佈局 都是重要的核心 美國方面現在全面的反中跟排華的同時 中國的間諜起重機 也引來美國媒體高度的追蹤跟討論 然而同一時間 新興市場教父莫比爾斯公開直接講 他在中國的帳戶不能領錢之後呢 他也直接在財經媒體上面評論看好印度 而且印度在全方位替代中國的同時 現說中國的經濟發展究竟會帶來什麼樣的 這一個後續的變化 我們待會兒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我請到五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明居正老師 大家好 再是財經專家紀偉銘 大家好 再是譚耀南老師 大家好 再是吳明杰 大家好 再是李正浩 大家好 好 我剛剛講美國現在國會兩黨華盛頓菁英 一致的針對中國這個是美國兩黨最大共識 而另外一個現在每天高度焦慮 習近平跟中國的是華爾街 那接連幾天華爾街的金融大亨 都在財經媒體上面有公開的中國議題的評論 今天CNBC事實上製作了一個專題 專題當中CNBC的當家主持人討論的是習近平 而且他們的評論是 習近平比毛澤東對自由世界跟對美國的威脅更大更恐怖 因為毛澤東的中國是窮得不得了的中國 而習近平除了政治集權上面 類似毛澤東之外 他是有錢的中國 有龐大的軍隊的中國 同時也有一個龐大的科技產業的中國 這樣的中國對於全世界 對於美國的霸權核心跟美國的利益 當然帶來最大的威脅 現在整天焦慮中國的是財經媒體 正好我剛剛播給觀眾朋友看的是 CNBC最新的中國專題 他們評斷新平的權力比毛澤東更恐怖 那當然華爾街會如何看待中國 絕對會衝擊美國的政治 但是今天還有一個很特殊的新聞 包含了美國現任的國防部長奧斯丁 直接發函美軍 要求全體美軍備戰中國 所以美國方面 現在的備戰中國真的是全方位 對 剛剛CNBC其實很有趣 我覺得CNBC說習近平原則上 比那個時候的毛澤東還更有權力 但是其實剛剛CNBC的人 說的最後一句話是 過去上有天高皇帝遠這樣的台詞 可是現在習近平是什麼 犯我習皇者雖遠必誅 所以習近平對於中國的權力 不只比毛澤東更大 更超越中國過去五千年來 每一個皇帝 因為講得很清楚 過去在毛澤東時期 中國三隻腳 經濟軍事跟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可以完全掌握中國共產黨 可是在經濟上 那個時候中國沒有比現在強勢 在軍事上 那時候中國沒有比現在強勢 所以習近平手上的權力 比毛澤東大 那是無庸置疑的 可是相較於古代皇帝 古代皇帝因為資訊 因為科技的關係 對於當地遠方的縣令 或遠方的官 封疆大吏 上有天高皇帝遠這樣的狀況 可是習近平現在對於中國的控制 誰管你天高皇帝遠 我都要百分之百掌握 就如同中國成立新的國家數據局 就是要對於中國所有的數據 做於全方面的監控跟監管 未來即便你天高皇帝遠 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 只要你是中國人 在網路上罵了習近平 一句話習近平都會把你抓出來 所以習近平真的是中國有史以來 五千年歷史上權力最大的那個男人 這是事實 可是問題是習近平即便擁有這麼大的權力 擁有無限鞭長莫及的權力 可是問題是習近平有沒有煩惱 有習近平有兩個煩惱 習近平有兩個憂心 第一個憂心是卡脖子的技術 第二個是糧食的問題 第二個卡脖子的技術是什麼呢 習近平啊 禮拜一出席了全國政協工商連屆的委員會議啊 在會議中習近平竟然痛批美國全方位的打壓中國 而且呢 提醒很多中國的信息產業 因為那是全國政協的活動啊 裡面呢 是工商連屆的委員 所以裡面都是商業界的大佬 包含林德時代啊等等的 習近平在這個產業中 坦白說比較和言悅舍 提醒新西產業啊 不要一味的所向批擬 但是孤軍深入 最後被兜了底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對話展開來是來自於 寧德時代勞董跟習近平的說 我們寧德時代已經連續六年在電磁領域 世界第一名 結果呢 中國的官媒竟然說 習近平一喜一憂的表示啊 寧德時代可以說到世界第一這喜的部分 憂的事情是呢 擔心啊 不要最後來個大呼嚨 最後一轟而散 所以習近平呢 現在也很擔心說 對 我確實是五千年以來最強的皇帝 我確實五千年以來 從來沒有一個皇帝像我習近平可以掌控那麼多 可是呢 因為呢 美國的打壓 美國的卡脖子 讓我有一個遊行就在於什麼 先進紀錄上我會不會永遠趕不上 這是習近平的遊行 可是呢 你仔細去看習近平跟這些工商大佬的對話 還算是相對和言悅舍的喔 可是另外一個場景 三月五號習近平出席 他說過去從來都是南梁北宋的 現在怎麼搞到要北梁南宋 什麼意思呢 以前皇帝吃飯的時候 尤其是清朝皇帝 都是通過朝運啊 從南方運糧食上去的 都是南梁北宋 怎麼到了我習近平當皇帝這時候 變北梁南宋 你們南部的官員在搞什麼東西 他說 菜籃子以後給我有市長負責 米袋子給我有省長負責啊 而且呢 耕地紅線 這叫做終身追究制 你退休了 我也給你追究 哇 習近平講這句話是有殺氣的 他對於中國的糧食安全 是真的開始喪心的 而且呢 很明確的講到了 吃不上菜 市長給我下台 因為他是市長負責制嘛 吃不上米 省長給我下台 省長負責制嘛 而且他還說什麼 是叫做終身追究 退休了 也得給我追究 所以當習近平說出這樣的話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預期 未來的一到兩個月 中國南方一定會有打貪打斧 糧食相關的安全的官員落馬下馬 而且呢 這個成績沒有界限 上綱上線都有可能 所以對習近平來說 確實他跟CNBC解釋的 他就如同古代的皇帝一樣 他的皇帝真的是不只沒有鞭長莫及 也沒有傷到皇帝園 這件事 但是習近平還是有煩惱嘛 一個煩惱被卡脖子 一個是糧食 另外呢 拜登呢 目前呢 不斷的給習近平施壓 美國還在做強力施壓 現在傳出了上週五美國財政部跟商務部 對國會 美國國會提交監管計畫 那這個監管計畫呢 美國國會看完之後 拜登就會簽署行政命令 針對哪兩個部分呢 目前評論有兩個 一個叫做雲技術 一個叫做起重機 雲技術很有趣喔 雲技術就說了 目前呢 美國要針對未來在軍事上 中國有可能取得領先優勢的技術去做卡脖子 原本我們都專注在晶片 專注在人工智慧 後來發現雲端技術可能也是一個關鍵 因為大量的雲計算會在空 假設未來戰爭打起來 大量的雲端計算 會在戰場上做成決定性下指定的關鍵 所以第一個 美國可能下一個開刀目標叫做雲技術 這不意外 第二個意外竟然是起重機 大家很意外 美國可能除了晶片之外要對中國的起重機開刀 針對哪個公司 叫做鎮華重工啊 鎮華重工是中國專門做起重機的 全球試占據大概70% 這並不可怕 可怕是即便是美國大概的起重機 尤其是我們看到港口這種大型的起重機 80%是來自於鎮華重工 那美軍檢驗這些東西發現什麼事情呢 一 如果未來 以現在美國此時此刻港口都以中國 振華重工為主的狀況之下的話 他會發現打仗的時候中國不用一兵一卒 不用任何軍事手段就可以封鎖美國的關口 可以關閉美國的港口 因為基本上現在這個美國港口 或是世界上先進的港口 任何一個裝卸都需要超大型的起重機去卸掉 那這個呢 目前都是由鎮華重工八成以上提供 那未來 中國很講 我遠端控制你起重機把它close掉 那你等於是港口完全就失禮了嘛 所以這是國安危機這一個 第二個 在平常的時間的時候 這些起重機掉了哪些貨物 然後過程中有哪些貨物進到美國掉了哪些貨物 貨物的分析跟監視鎮華重工的起重機也做得到 所以美國其實很多港口的數據呢 其實是被中國遠端監控的 所以美國現在針對鎮華重工這都呢 也要去做封鎖 所以現在確實CNBC很擔心習近平的過度擴權 可能美國也針對目前除了機面之外 包含雲技術跟起重機 開始去限制習近平的權力 而習近平的煩惱 目前看起來就是兩個 一個是糧食問題 一個是卡脖子技術問題 好 那明老師怎麼觀察現在的發展 現在發展我想剛才正好開了一個很好的頭 他講說習近平權力越來越大 是 我們如果回想一下 十年前就是十一年前 2012年就習近平剛上台的時候 我們大家全世界談的這個中國大陸體制 叫做習力體制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習力體制講了幾年之後呢 那理的那邊好像慢慢彈下去慢慢彈下去 到了這個六中全會的時候呢 突然就跑出一個新名詞叫習核心 一旦習核心出來之後 我們說 那那個理呢 可能就變得越來越弱 越來越弱 所以什麼叫習力體制呢 過去這個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呢 他推了一個政治結構呢 叫做這個雙軌制 也就是不能把大權 全部擺在毛澤東一個人身上 擺在我鄧小平一個人身上呢 我是撥亂反正 然後我是在力網狂瀾 但是呢 鄧小平很清楚 我不相信江南還有人像我這個樣子 所以我要把它分開來 所以把大權的一部分擺在總書記的手上 然後一部分擺在總理的手上 這叫做雙頭體制 所以那時候有什麼胡溫啦 有什麼江珠啦 什麼等等 都是這樣來的 那最早習力體制呢 也是這樣打造的 所以我們才講說習力體制 可是當習核心出來之後呢 這雙軌體制或雙元體制呢 就慢慢被破壞 破壞到現在呢 大概我們現在就只能看到就是 整個這個大概後面的這個五六年下來呢 是習近平不斷的在侵吞了總理的這個權力 或總理的職權呢慢慢被吃掉 這時候我們要幫李克強講幾句話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 國際有些媒體呢 開始批評李克強 說你看看你這個 過去的總理呢 不斷的擴權 然後在這個總書記 甚至在黨主席的鼻子底下呢 慢慢把權力擴張到一定的地步 那就你上來幹了十年 你不但沒有守住 然後你把這個很多領域呢 就慢慢都輸給了這個總書記裡面去 然後讓習近平這個大權督來 所以你難辞其咎 其實這李克強坦白講有點冤枉 因為這個 中共這種雙元體制 雖然說是雙元體制 最後總書記的權力多大 跟總理權力多大 最後是總書記的一念之間 如果這總書記他真的非常強勢 他一心意要幹什麼 總理嚴格說呢 是擋不住他的 所以責怪李克強呢 坦白說有點冤枉 那麼也就經過了大概五六年 這個習近平現在各方面擴權之外 他除了說把團派消滅了 把太子堂打壓了 把其他這些派系都打壓之外呢 他把總理的權力呢 都奪走了很大一部分 所以現在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這個作為總理的李克強到底剩下什麼 那麼我們談這件事情呢 還是拿實在材料出來講 而最實在材料呢 大概就前幾天 這個人大的這場會議上面 李克強做了他這個告別演說 這個告別演說呢 叫做政府工作報告 那這政府工作報告呢 我們讀完之後呢 發現一些一些特點 那今天時間有限 我們不能全說 我們去挑幾個重點講 大概我們觀察到第一個重點就是 在整個李克強的演講當中呢 他雖然語調非常輕快 然後講話也非常順暢 也沒有什麼任何問題 看不出來任何情緒 可是如果說你把裡面的話 全部仔細讀完的話 你發現 第一個就是 他沒有過去那麼自信 所以如果跟五年前也就是 2018年的這個十九大 十九大之後呢 然後李克強做報告 19年的時候他做報告的時候 你發現他 18年他做報告的時候 他看這個經濟形勢啦 看中國的發展啦 跟看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呢 他很有信心很有把握 但這一次呢 他完全不是這樣子 而且官方講了什麼呢 大家應該聽過這句話 要這個馬上要準備經受風高浪急 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好 那這句話呢 中共是很少這麼說話 一旦讓所及表明 他們對於形勢的判斷呢 是非常嚴峻的 那李克強就在這種情形上面呢 做了這個政府工作報告 那這個報告呢 大概我們可以這樣說吧 我們一貫這樣講 中共這些報告呢 大概都有幾個特色 假話 大話 套話 空話 對 李克強的報告呢 也是如此 但是呢 我還在說一次 不能完全怪他 因為即便他想做真話的時候 這個報告呢 第一 要送給這個政治局常委來看的 或者送給政治局委員 25人來看 然後喊他自己的內 那至少至少呢 要給常委來看 看完之後呢 最後要習近平拍板 就是你這句話可以這樣講 那句話不可以那樣講 這個事情可以這樣講 那個事情不可以這樣講 最後呢 他做決定 所以當他大選獨攬到這樣 然後李克強或任何人都沒有 沒有真正政治實力去這個 跟他面對面對抗的時候呢 他的報告呢 是經過大家修改過的 所以假話大話 套話空話 一方面是共產黨傳統 二方面的確是被修改過的 當然我們看到 就是照規矩呢 他們這些報告通常是報喜不報憂 所以人家講 啊你們老是在唱衰中共 不是的 我們照告訴大家 因為中共也習慣講 假話大話套話空話 我們現在就要揭穿他們的謊言 我們就揭露實情 我們就要講清真相 所以在這個前提下面 我們看出了 他的報告有哪些問題 第一個 他沒有講的就是武漢肺炎 對他提了肺炎 他說我們這個 這個面對這個 新冠肺炎 我們怎麼上下一心 我們怎麼制定政策 然後在黨中和英明明表之下 我們怎麼戰勝什麼等等 全部就是漂亮的套話跟空話 別的國家做的報告 第一是講 染病有多少人 然後多高的比例 百分之幾染病 第二死亡人數有多少 死亡的比例有多高 第三有沒有後遺症 也就是給具體的數字的 然後中共一天當然講說 我的疫苗很有效 你這時候他 我沒有看他講疫苗 國藥跟科興都沒有拿刷架 疫苗多有效也沒有拿刷架 封控跟清零也沒有大說 他只是大吹大壘說 我們做了多少好 最後做就解決了 然後封控清零突然間急轉彎 我們大家都知道 是因為白紙運動的結果 結果他這件事情也沒有提 更重要一點就是 大家可能還記得 幾年前當疫情剛剛出來 前面幾個月 他們看起來封控得很好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他在報道上說什麼話 他在全球媒體上說什麼 我們中國做得這麼好 你們怎麼不會來抄作業呢 這擺這麼一個好好的作業擺在你面前 都不會抄 你們就真的太差了 這句話現在不敢講了 你為什麼不敢講講 對世界防疫的貢獻 表示說它是心虛的 這第一個沒有說的 第二談到經濟實力的時候 他們說今年這個經濟發展上了新台階 國內生產總值到增加到多少 多少五年平均多少多少 然後這個財政收入增加到多少多少 然後增加多少多少 你跟過去比的話 他不是這樣說的 五年前他說 國內生產總值從多少增加到多少 佔世界經濟比重百分之 從百分之十一點四提高到十五 這第一個貢獻 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百分之三十 什麼等等 這是對世界經濟的兩大貢獻 今年的報告呢 絕口不提這件事情 不但不提這件事情 也沒有談居民的消費價格的上升的這個情況 也沒有談充分就位的問題 換句話說經濟問題呢 用了非常空的話講過去了 好那這是第二個我們看到這個特點 第三個我們看到的特點呢 是債務的問題 我們大家都曉得大陸債務很嚴重 因為多年來他們一直舉債建設 他怎麼說呢 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合理把握赤制規模 五年總體赤制率掌控在百分幾之內 然後政府負債率掌控在多少以內 然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化解了各種各種各種金融風險 但是我們非常清楚 三年防疫下來 地方政府呢 各個地方傳出了降薪 甚至發不出工資的 而光是去年呢 前十一個月 各級政府的財政赤制呢 達到了七萬億 這是歷史新高 而從頭在我們節目上多次講過 到六十五萬億上下 金融系統呢 面臨了重大的這個風險 重大的債務風險 這點他有沒有說 他沒有說 這是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 從這邊牽扯出來 就是房地產的問題 我們在節目上呢 多次跟大家講 中共的經濟發展呢 靠房地產拉動的比例非常高 而且是過度的高 這個全中國大陸 14億人 建了這個幾十億棟房子 然後35億棟房子 然後蓋了這個多少代的房子 都已經蓋好了 結果現在賣不出去 過去一直在吹噓 房地產的貢獻多大 然後房地產多麼火轰火轰 現在講什麼 恒大不行了 碧桂園不行了 找到上下游的建材的產業 什麼等等不行了 然後影響到銀行貸款 引爆了幾乎要引爆 系統性金融風險 這些事情他有沒有講 他也沒有講 這第四點 第五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是鄧小平上台以後 到現在為止 吹噓了三四十年的這個重要的口號 他現在有沒有說呢 他有說 他怎麼說呢 全面深化改革 推動建構新發展格局 供給策的什麼優化 減政放權什麼等等 共建一帶一路 不紮實推進 談了改革 但是呢沒有談開放 而且到底改革開放到什麼程度呢 現在不太敢說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沒有什麼改革開放了 過去呢 這個習李剛剛上台的時候 大家對他們的期望 一方面就是 持續在經濟的榮行 再往前推進 第二就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 是不是能夠進行政治跟社會的改革 所以大家期待的是民主化 當時各位回頭去想想看 十年前或十一年前 全世界連篇雷格在談 中國經濟發展到這樣了 那現在看起來更好了 會有更好的這個五年到十年 然後這個應該會走上民主化 現在不但沒有走上民主化 而且開倒車 當然我再說一次 這個倒車的責任呢 可能不能完全怪在李克強的頭上 但是呢 這個結構就是他不是可靠的 他是會反覆的 所以現在在這個地方呢 改革開放他用一些空話講了 過去他講了 市場活力現在不太敢說了 社會創造力不太敢說了 為什麼 太多的民營企業被打了 市場的機制被破壞了 所以現在他 從李克強懂經濟學人 從這個眼睛看起來 這是沒有市場了 這市場 市場已經被破壞 好 這第六點 第五點 好 第六點 然後談到脫貧跟生活水平 脫貧他當然重複了說 已經脫貧了 然後這個什麼 突破了這個困境 然後創造了幾十年 或者上千年 為了這個成就 可是大家記不記得 就在這個 習近平講 我們全面脫貧的這個前後呢 李克強出來講過一段話 當時被大家廣泛引用 他全中國14億人裡面 還有6億人 每個收入不足1000塊錢人民幣 那麼不足2000塊人民幣呢 到了多少多少億人 你把這算起來就曉得說 他遠遠沒有脫貧 而且李克強的話 不是隨便說的 因為後來統計局長出來呢 把這個數字再講一遍 講得更詳細 所以表示說脫貧 實際上是一種宣傳 是一個面子工程 並沒有做到 但是在這地方呢 他領於習近平的這個淫威 他必須講 已經脫貧了 因為我們做到這樣子 然後人民的生活水平呢 我們有改善了 不斷提高 但改善到什麼程度呢 他不敢具體說 然後中間還畫一段話 講說我們把醫療衛生服務呢 提升了 提高的基本的醫保跟什麼 然後人均醫保 從平均多少錢上升到多少錢 那你怎麼解釋白髮革命啊 你怎麼解釋這些人 從280減到80塊 然後從四五百塊 減到一百多塊錢 這不就是很清楚 白髮革命由來 也就是大家對醫保改革的不滿嗎 那這話呢 也是避而不談的 好 這第六點 第七點呢 他說明年的預期的GDP成長呢 是5% 我們看起來是5% 是可能達成的 大家說還怎麼可能呢 很簡單 因為去年比較差 基數比較低 所以現在往上走相對比較容易 所以像前年比較差 大前年比較差 那前年呢 上去容易一點點 而前年上去高了一點點之後呢 然後這個去年呢 就不容易再表現了 而去年如果表現差的話呢 今年成長 明年成長呢 相對來說就比較容易 也就是說 對 這個數字看起來是可達成 但是大家都覺得說 你為什麼提了一個這麼低的數字 表示說他們沒有太大信心 為什麼沒有太大信心呢 他很清楚 因為他的防控的政策 因為他的內外的政策 使他經濟要再翻身呢 的確有困難 所以列了一個比較保守的數字 那我們當然為這保守數字 要達成相對是容易的 好 這第七點 第八點呢 關於港澳台的問題 大家懂關切 那他怎麼說的呢 港澳台工作取得新進展 依照憲法跟基本法實施了這個 香港的這個全面管制權 然後實施了國安法 實施了愛國者治港 愛國者治澳的原則 推動香港進入什麼 由亂到自由自及清 這就官方一貫的宣傳口氣 請各位注意啊 他沒有說一國兩制多麼成功啊 而是非常關鍵的一句話 台灣線還有人在想 一國兩制台灣版 還在胡思亂想 中共線已經告訴你 香港沒有一國兩制了 香港人逃出去了 錢逃出去了 進出口呢 分別下跌30%跟36% 那你覺得香港情況是真的是 由亂到治 由治及清嗎 還是說由治到亂 由亂及衰呢 這才是實情 這是香港的港澳的部分 對台灣的部分呢 就是重複那句話 貫徹新世代黨 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 那你為什麼不談圍台軍演 為什麼不談無理由的 對台灣單邊的制裁 為什麼不談無視生非的軍機擾台 為什麼不重複這個外國呢 以台自華的這個老話 你這些東西不拿出來講 為什麼講這些空話 簡單說就是這些東西呢 都是他碰砸不得的題目 但是呢 基於總理身份 他不能不說兩句 好 這是第八點 那第九點就是外交的部分 說了一些什麼 大國外交全面推進了 習主席的領導人 見了多國領袖了 出席了什麼峰會 什麼峰會 辦了什麼會 什麼什麼會 那你為什麼不談談 現在美中關係 到底到了什麼地步呢 每一個國家 在談這種報告的時候 都必須講 我這個國家 作為大國來講 我的外交跟美國關係如何 然後國際上 因為我的一些所作所為 跟我的言行 對我怎麼進行大家 撻伐跟制裁 你有沒有去講呢 沒有講 然後國際上 警告你的俄乌戰爭的立場 警告你不可以去援助俄國 你有沒有去講 然後一帶一路的債務外交 然後大家開始反攻了 然後甚至開始反擊反撲了 你有沒有去講 然後各方面的反彈 各方面的制裁 你有沒有去講 也就是說外交形勢 絕對不是像他講的 什麼大中國特色 大國外交全面推進 這就我前面講了 假話大話 套話空話等等 當然李克強最後呢 這個講一段話 如果這段話是真的話 就非常有趣 詩评上有一段話講 李克強在這個 最後告別國務院的工作人員 十年了嘛 還是有相當感情的 說呢 據說他講中的話 人在幹 天才幹 蒼天有眼 這話呢 是警告國務院工作人員呢 還是跟大家共勉 就是我們都已經幹了 我們努力了 但是呢 好像有人在幹了一些 破壞我們工作的事情 所以呢 蒼天有眼 你不是無神論嗎 什麼叫蒼天有眼 蒼天有眼就表示 有神在那看嘛 不就這意思嗎 所以李克強的報告呢 我們倒不想責怪他 我們說這是體制的悲劇 我們也在提醒大家 中共這樣走下去呢 駭人駭己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中國兩會照一個嗨的期間 習近平痛罵美國的同時 美國方面全方位的備戰 今天最新的新聞 國防部長奧斯汀 直接發函給全體美軍 要求全面備戰中國 備戰中國的同時呢 國際間現在觀察 中國在烏克蘭戰爭當中 究竟要扮演什麼角色 民潔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華盛羅尼郵報的專題報導 對我們看到這個美軍過去 在談到中國的軍事威脅的時候 其實為了不想撕破臉 其實基本上過去 經常是用對手或敵手 來形容中國 不過我們看到美軍將領 最近頻頻直接點名中國 那包含像這個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最近也非常罕見的 以致函的方式 給整個全體美軍 等於說所有的將領之外 這個各部隊的官司兵 各軍種 全部都收到一份備忘錄 中間談到說 那美軍現在當前最主要的優先事項 就是要面臨 這個中國咄咄逼人的這個挑戰 那甚至不諱言 這只稱說習近平就是一個 這一個獨裁政權 那正試圖改變整個國際體系 那面對這樣的威脅 那這個奧斯汀也強調說 美軍現在必須要全面改採 所謂的中和性的這個嚇阻的戰略 那中和性嚇阻戰略 包含這一個協調所有的戰區 各個作戰面向 那要讓這一個對敵手 來造成所謂的這一個兩難的困境 那中間這還包含這對台軍售 那提供台灣武器另外結合盟友 那他也提到說這些做法 中間當前當然很重要的就是要發展 這個美軍新式的作戰概念跟能力 那所謂的作戰概念跟能力 中間包含像這個他也強調說 美軍正在強化升級 所謂新一代的這一個戰略的核武器 包含核三位一體陸海空 那還有包含像太空網路作戰 長城火力戰機水下戰力全面的提升 而且在加速建立一套叫JADC2 這一套叫做聯合全網域的這個指管系統 其實過去我們略微介紹過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空天地海 全方位立體的一個網路作戰的一個構想 那這些講起來好像很空泛 那不過實際上最近我們看到非常巧合 紐約時報做了一份非常深入 這一個清楚的這一個專題報導 中間談到說 美軍的這個陸戰隊最新組成 去年在這個三月在夏威組成的 有一支叫第三濱海作戰團MLR 那這個月在美國的南加州 一個叫第29中旅這個基地 來進行所謂的這個團對抗的演練 這在過去是首件 因為基本上來講 我們知道美軍過去打中中戰爭 第一面作戰基本上來講 都是以私旅級正規兵來作戰 現在那組成的最新的 所謂的濱海作戰團 這個就是在呼應奧斯丁所指的 新的作戰概念 那這一支這個第三濱海作戰團 在這個南加州這個基地 這個基地非常大 那面積大概3000多平方公里 大概台灣的十分之一的大小 那在這裡 跟另外一支第七作戰團 在進行所謂的團對抗 那這演練過程中 當然就是在測試核衛星作戰概念 因為整個戰場是完全不同的形態 過去是中東的沙漠風暴的作戰 現在要轉移到西太平洋的這個島鏈 那這個紐約時報不會言說 如果美中開戰 整個戰場非常有可能 第一線當然是台海 然後非常有可能 從東海到南海 甚至整個南海遠到馬來西亞 都可能成為中美 這個軍事對抗的這個戰場 所以這個部分要轉移到 如何進行所謂的島嶼作戰 那冰海作戰團的編制 就有益於過去的 這個傳統的私旅籍編制 基本上來講它一個團級 大概會有這一個三個營級 那合計大概一個營 800人 三個營加起來 大概2400人的規模 那這一次這個第三 這個冰海作戰團裡頭 包含了一支這個步兵營 那大概800個人 另外有一支非常特殊 新組成的叫做反艦防空營 那配置了反艦飛彈 跟這個防空飛彈 那另外還有一支後勤營 那整個這一個 團對抗的這一個過程中 主要在測試 它的規則 基本上來講這支 除了沒有實彈之外 完全自由演練 這就是要打破過去 傳統的這個作戰構想 讓他們這兩支部隊 想盡各種辦法來取勝 那基本上這個第三冰海作戰團 就中間測試了 包含像它的一個加密通信 還有包含像它要如何去 用無人機來佈建 那這整個感測器 那如何提早發現敵方 中間的目標 包含像這個海上的軍艦 如何定位 如何傳輸 這些所謂的戰情 給後方的火力 進行打擊 那中間過程就在形容說 這一次俄羅戰場 他們看到 現代的科技 包含像中國的衛星發展 現在在戰場上 包含像我們看到 俄羅斯只要打一通手機 非常有可能就可以 引來對方的這個飛彈攻擊 所以變成通信 是未來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關節點 那這個部分 有50%的兵力 都是用在通信 甚至他們動用了過去 只有三星將領 才能使用的這個 衛星加密的這個系統 那等於未來 會全面部署 給這個濱海作戰團 那這次濱海作戰團 現在加強演練之外 接下來四個月 還要到菲律賓去進行 所謂兼兵兼作戰的演習 那這支部隊 為什麼如此的重要 其實紐約時報直接 毫不愧談到說 這就是在模擬 如何在西太平洋 要在測試 如何來擊敗中國的兵力 那讓中國知道 是沒有辦法贏得台海作戰 那當然還有包含像 過去談到美軍 如果要援助台灣 一個是像俄物戰爭中間 提供ISR 直管通勤系統的 這個情資之外 第二個可能是 包含像這一個 彈藥武器的這個補給 那如果說有兵力介入 第一優先 也可能是海空軍 那地面兵力可能是 可能最後的考量 那不過地面兵力 其實三個部分 已經非常重要 現在這個就是屬於 防區內的一個 作戰兵力 那其實包含像ML 冰海作戰團 另外陸軍還有多領域 特遣隊 這個MDTF 另外還有特戰部隊 當然都會提早來進駐 那除了作戰概念 這個部隊的組成之外 當然 新作戰的武器 當然也開始現身 那最近這個美國 國防部跟這一個 廠商簽了20億美元 這樣的一個大單 準備為這一個三艘 逆中的這個驅逐艦 駐法特級 上面要加裝這個高穿速武器 那同時美國陸軍 也已經今年秋天 即將會接收LRHW 暗陰的高超音速飛彈 這些整個作戰型態概念 甚至編組還有武器 系統的全新打造 都是在面對 這個中國的步步進逼的威脅 不過美國的將領 非常特別強調說 這樣的一個展示軍力 主要是在於嚇阻 那讓中國知道自己 無法擊敗美國 進而來避免台海戰爭的爆發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一方面華盛頓不斷的警告 北京當局要腦袋清楚 不要軍援普丁 另外一方面 習近平在中國兩會上面 直接痛罵美國 美中關係走到這裡 外界在關心觀察的是 究竟要走到哪裡 今天JP Morgan的CEO 事實上接受媒體賭麥的時候 他有非常深度的分析 好 這一個文明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JP Morgan的CEO 他今天的公開評論 一方面烏克蘭戰爭 還干擾全球的經濟 另外一方面 通膨跟中國的變數 確實也使得華爾街 現在對於整個地緣政治 跟軍事的風險 這一個很難估算 而且認為這個是二戰以後 最複雜的局勢 確實我們如果觀察 最近全球金融市場的變化 就好像所有的風險 都已經消失 非常的樂觀 可是一方面 我們剛剛看到了 JP Morgan的這個執行長戴蒙 他表示了說 他最擔心的 美國經濟面臨到的問題 其實是二物戰爭 那二物戰爭他導致的東西 就是糧食 天然氣 這些東西的出口 那當然就會進一步的推升通膨 而在通膨方面呢 我們看到了 美國的前財政部長Sommers 又有另一方解讀 他說現在美國經濟看起來雖然很好 但是突然陷入衰退的風險 仍然很大 而美國銀行的CEO 更直接表示說 美國經濟在今年第三季 就有可能出現 所謂的技術性衰退 那這次的技術性衰退 最主要是因為企業端的供給放緩 他們認為需求端的放緩 反而沒有這麼的嚴重 當然我們的看法 是比較悲觀一點啦 需求端的放緩 也有可能會出現 因此這個經濟衰退 必然要出現 只是他衰退的嚴重程度差別而已 那麼另一方面呢 大家非常喜歡的Tesla 在美國的Model S 和Model X的價格 全部都出現調價 Model S下降了5000美元 Model X降價1萬美元 那這一次的降價呢 其實馬斯克他就直接告訴我們說 全球的這些消費者 非常想要Tesla 可是呢最大的這個障礙 就是因為他們的付款能力 那其實在今年的一開始 在我們的亞洲市場 有經歷過一輪的降價 當時的訂單就大爆發 所以現在在美國降價很明顯的 就是希望可以刺激 美國Tesla的銷售 那麼我們看到了Tesla 在這裡打價格戰 那對於Tesla來講 因為他的毛利率夠高 所以他有辦法去承擔 這樣子的彈性 可是他的對手比亞迪 就沒有辦法 他毛利率比較低 所以導致了說Tesla的股價 在這一波的上漲 漲幅非常的明顯 可是比亞迪的股價 卻是逆勢下跌 而過度降價呢 這樣子的價格波動 反而有可能造成 整個全球車市的消費者 陷入觀望 因為我就想要等更便宜的價格嘛 所以呢我們還可以看到 另一個觀察的點是 在於特斯拉想要在墨西哥 蓋一個超級工廠 而這個超級工廠的面積 來到了4200英姆 這是德州工廠的兩倍 也是上海超級工廠的20倍 一旦這個廠蓋好了 可以再幫全球每年 提供100萬輛Tesla的產能 目前大概只有200萬輛 所以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 那在這個點上面 我們又觀察到了 會不會是在中美貿易戰 以及中美科技戰 產生出了新的贏家 這些贏家是誰呢 像是印度 像是越南 甚至現在墨西哥 也被人家說 你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新的中國 但是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看到 因為墨西哥它有地理位置上面的優勢 可是美國的專家表示說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成為新的中國 因為它是一個權力下放的模式 中國是世界工廠 那麼它現在把這樣的權力分散給印度 分散給越南 分散給墨西哥 可是這樣子它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取代中國的國家 因為中國仍然有它在政策上面的優勢 那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了像是電動車的行業 在今年仍然是蓬勃發展 所以鴻海也宣布要增資它的子公司 7870萬美元 大概是24億元台幣 那這樣子的增資其實就代表了 鴻海它在電動車的佈局沒有受到總體經濟的影響 仍然是持續的在做發展 那另一方面我們回頭再來看一下中國 現在中國的企業選擇警報美元 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中國的這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 一度來到了6.69 可是在現在已經回到了6.9 6.9232 也就是準備要破七這個心理關卡 所以其實不管是中國國內的企業 還是這些外資 他們對於人民幣的看法 仍然是偏向比較保守一點的 那麼在中國的這個政府報告裡面 其實有提到說關於目前的金融風險 主要是集中在房地產跟地方政府債務 那剛剛明老師也提到了 這一些地方的房地產市場 非常的不好 那當然也會連帶衝擊到整個金融的系統性風險 那另一方面也因為去年賣土地的收入大減 所以地方的財政也是有出現 非常大的一個風險因子的上升 那另一方面我們在前年的時候 看到了整個全球的貨櫃行業非常的蓬勃 所以當時這個貨櫃是一貴難求 可是現在整個產業鏈已經移轉出了中國以後 空的貨櫃甚至已經跌到了八成樓高 中國的貨櫃製造商甚至直接宣布停產 這也代表今年下半年 整個全球的貿易量都不會起來 那我們其實在觀察到中國的內政部分的話 中國的官方數據顯示 在2022年人口減少了85萬人 這是1961年大躍進以來的第一次首見 那麼中國的出生率已經掉到了只剩下6.77 這個是史上新低 那從2013年習近平上台以後 整個結婚率直接腰斬一半 而人口的減少其實也代表了中國的時代已經結束 因為這樣子的中國人口減少 比原先的估計還要提前9年發生 而人口的減少估計錯誤 其實代表了外交經濟以及國防政策 都是在一個錯誤的基礎下進行評估 而錯誤的基礎 他們就代表了他又可能產生所謂的戰略性上面的誤判 那麼我們最後還要看到的是整個中國的電子產 現在產業外移以後 生產的供給雖然勞動力減少 可是因為需求也跟著減少 導致工資下滑 原本以前每天要招200到300人的工廠 現在都只招20到50人 甚至在東莞出現了開出 時薪只有9塊錢人民幣的一個荒謬的事件 因此我們看到了現在中國青少年的失業率持續的上升 那代表整個失業率沒有辦法受到控制的情況之下 就有可能對中國的內政帶來新一輪的壓力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好 那唐老師 美軍事實上以快制快 而且下令這個全體美軍備戰的同時也高度戒備 中國這一回合究竟會軍援普丁到什麼程度 好 剛剛明杰兄做了很多軍事分析了 那我們現在來談一下這個政治上的分析 就是中俄到底會不會同盟 那麼中國是不是會軍援俄羅斯這個事情 我想大家非常關心這個事情 我們做國際政治分析基本上是要 在很有限的資訊之下 建立模型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做判斷 那麼再隨時修正模型做出越來越精準的判斷 2月28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CNN公開說 我們有足夠的證據顯示中國準備要 還沒有做 要軍援俄國 但是如果他真的這樣做的話 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或企業 會付出真實而嚴重的後果 重大的經濟代價 這個時候大家想說 哇 這個是不是中俄要同盟了 不是說關係無上限嗎 那是不是又變成了一個同盟國 當代的這樣軍援俄國 因為美國畫下的這一條紅線 那麼中國有所有不願 也不能去跨越的理由 那當然最近的新聞是在前天 德國總理蕭茲 他在公開說 他說中國政府表示他不會提供任何武器給俄羅斯 現在中國從來沒有這樣說過 所以大家就懷疑說 那這個是不是中國對德國做出了具體的承諾 今天早上秦剛外交部 中國外長秦剛的記者會 俄國的塔斯社問他說 習近平是不是有反俄的計畫 你知道他怎麼回答嗎 他沒有回答 直接跳過這一題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從幾個面向來看 第一個俄武戰爭的現況 坦白講現在打到一年結束第二年了 可能第二年第三年某種形式 某種意義上還會存在 那一個被削弱的 可是不走中不用核武的俄國 對中國其實可能會變成 和中國以及以美國為首的 西方世界的最大公約數 這件事情持續對中國沒有壞處 中國表面上說要和平提出和平方案 他那麼希望俄國垮台嗎 或那麼希望俄國戰勝 或烏克蘭戰爭結束嗎 也未必 中國的國內經濟這個焦頭爛額 現在整個從去年到現在 28兆人民幣打到市場 他的經濟金融出現大問題 國內消費還沒有起來 這個是他現在接下來 解封清零這個動態清零結束之後 中國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國內的經濟 好今天謝謝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Crown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 推特特根上面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分享訂閱追蹤收看我們的YT 現在起每天也會推出短板影音版 歡迎大家鎖定分享擴散訂閱 我們的訂閱突破97萬多人 夠夠夠充百萬 謝謝大家 謝謝 好選舉年 temat按讚 min the show